要塑造香港成為文化之刀 香港除了要目標清晰 確定香港在國際文化藝術產業版圖上的新座標 也要在促進中外交流方面 追求新的高度 在發掘本地產業潛能方面 更要搜尋新的深度 為此特區政府正隨四個大方向 致力推動這方面的工作 第一,政府會逐步建立世界級的文化設施 和多元化的文化空間 為藝術家、藝團和從業者提高土壤 共同孕育文化藝術創作 我認為西九文化區完全具備充足的條件 可以進一步打造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樞紐 與此同時 東九文化中心 可望在明年起分階段啟用 到時將成為藝術科技重鎮 和培訓的搖覽 連同預期將在明年底 至2024年分期進攻的啟德體育園 香港舉辦的文魚康樂城市的場地將大增 可望與西九文化區產生協同效應 帶動香港成為國家級的文物和藝術品全國首選的展出地 全國首選的表演文化旅遊中心 第二 政府將會加強與內地以及海外藝術文化機構的交流合作 進一步確立香港在國際藝壇的地位 第三 政府將把握國際趨勢 增撥資源 鼓勵文化和創意的業界擁抱數碼科技 第四 政府要壯大香港的文化藝術人才庫 政府會聯同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香港演藝學院 香港藝術發展局 香港藝術中心等合作的單位 推進人才培育 響術中心 海外藝術 響術